獨賣巨人近期處於四連敗小低潮 主場和周日龍進行三連陣 最後一場要好好抓緊球迷助陣來搶勝 球隊推派鷹井俊貴 對決年僅十九歲的山本拓石 一局上龜井扇形率先出擊 一棒打穿中間防線 贏來了本場比賽第一支安打 加上這個半局 山本發生兩次四塊球保送 開賽狀況是不太穩定 可惜巨人軍沒能把握得點圈 有人的機會 首局無功而犯 龜井除了扮演 稱職的開路先鋒 二局下再度送上安打 球隊得分只差一步 可惜就是缺乏了這四十一級 留下一三類的殘累 前面四局巨人軍 只有龜井敲出安打 好不容易五局下板本勇人 也挺身而出 跑出了一支內野安打 但是隊友沒能延續火力 依舊南越雷池一步 好在先發投手 陰井軍貴用超穩表現 和隊友說打一就補 七局勝連續解決三名打者 此陣主頭七局 只在第三局被敲出一支安打 送出四張老K 壓制力不用多說 雙方0比0的僵局 終於在七局下發生變化 局員軍換上 Ales Guerrero代打 大棒一回讓小白球 往左外野飛 確定出去啦 個人本禁第十八轟 綁住球隊打破亞丹 隨後靠著安打和寶宋 球隊攻占一三壘 玩家號適時高飛犧牲打 再添一分 居然取得2比0領先 沒想到球隊換頭為中穿浩胎之後 遭遇亂流 終日八局上半 靠著三支安打串連 灌進三分 一口氣反轉戰局 超前為3比2 比賽來到九局下 居然最後反攻機會 我國好手楊代剛 代打上陣 他敲出這支滾地球 野手發生失誤 讓他轉上一壘 隊長反本追加中間安打 讓右桑推進到了得分大門口之前 兩人出局 一三壘友人的緊張時刻 玩家號纏鬥到滿球數 結果最後回放落空 沒能逆轉戰局 讓巨人2比3 一分之差不足終日 YTV新聞綜合報導